运动会 八学园的运动会定在11月3日举行 之所以定在这一天 是校长先生四处询问的结果 据说秋天下雨最少的日子就是这天 自从定下这个时间 八学园每年的运动会都在这一天举行 从前一天起 校园里就开始各种准备活动 还要装饰校园 孩子们兴奋地期待着运动会的到来 校长先生希望尽量避免孩子们的运动会 被下雨所干扰 于是四处收集天气的数据 可能这种努力成功了 也可能是天空中的云啊 太阳啊 被先生的诚意感动了 这一天真的没有下雨 八学园在好多方面和别的学校不一样 说到运动会就更加有特色了 除了拔河和二人三角项目 同别的学校一样 其余的项目全是校长先生设计的 这些项目并不需要使用特别的用具 也不是什么夸张的节目 只要利用学校原有的设备都可以完成 比如说钻鲤鱼比赛这一项吧 先从出发点开始跑上一小段 跑到放在校园正中间的步骤的大鲤鱼面前 从鲤鱼的嘴钻进去 再从尾巴钻出来 然后再跑回原来的出发点 鲤鱼一共有三条 两条黑色的 一条红色的 所以 每次有三个人同时跑 这个项目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其实却很难做 因为 钻进鲤鱼肚子里之后 立刻一团漆黑 而且鲤鱼又很长 钻了一会儿 就分不清自己是从哪一头进来的了 结果 很多人 包括小豆豆在内 好几次从鲤鱼嘴里探出头来瞧瞧外面 然后 又积极地钻回鲤鱼肚子里去 不过 观看比赛的孩子们 却觉得有趣极了 因为当有人在鲤鱼肚子里拱来拱去的时候 鲤鱼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 另外 还有找妈妈比赛 在开始以后 孩子们先跑一小段 然后 钻过横放着的木梯子 一个一个的空格 从放在对面的框里拿出信封 抽出信封里的纸来 比如 纸上写的是 硕子的妈妈 就赶紧从观众席上找到硕子的妈妈 拉着她的手跑到终点 这个项目要钻过横放着的梯子的空格 那需要像猫一样巧妙 如果没做好 屁股什么的很容易被挂住 而且 如果抽到硕子的妈妈还算认识 但是 要是抽到了奥老师的姐姐 或者是金江老师的妈妈 或者国泽老师的儿子什么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 那就只有跑到观众席上 大声叫 奥老师的姐姐了 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所以 当有的孩子偶然抽到了自己的妈妈 就会欣喜若狂 连蹦带跳的大喊 妈妈妈妈快点 所以 这个项目不仅需要孩子们努力 连观众们也要配合的好才行 孩子们接二连三的跑过来 叫着某位妈妈的名字 被叫到的妈妈不能发愣 而是要立刻从长凳或电子上站起来 一边对坐着观看的爸爸妈妈们说着不好意思 一边赶紧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和那个孩子手拉着手跑起来 所以 当孩子们跑过来 站在大人面前时 连爸爸们都一起屏住了呼吸 注意听孩子会叫出谁的名字 这样 大人们就没有时间聊天或者吃东西了 从头到尾 一直和孩子们一样兴奋的参与着 拔合的时候 校长先生和所有的老师也分成了两组 混在小学生们中间 黑忧黑忧的拔了起来 绳子中间系着一条手绢 太明和别的因为身体关系 不能参加拔合的孩子们 负责看手绢一向哪一方 宣布是哪一组胜利了 最后 全校接力赛更加富有八学员特色 虽说是接力赛 但跑得并不长 学胜负的地方在学校中央 正对着大门通向礼堂的 善行台阶上 要跑上台阶 然后再跑下来 这真是独一无二的接力赛 乍一看 这场接力赛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不过 八学员台阶的一级 比一般台阶要低得多 坡度也非常缓 接力赛的时候 不允许一步迈过好几级台阶 只能一级一级的上去 再一级一级的下来 这样一来 对腿长个子高的孩子来说 反而更难了 孩子们每天吃饭时 都要上的这些台阶 居然可以作为运动会的设施 大家都感到很特别 想想又很有趣 叽叽喳喳地跑上跑下去 从远处看这幅情景 简直像是美丽的万花筒 台阶算上最上面的一级 一共有八级 小豆豆他们一年级 学生的第一次运动会 正如校长先生所希望的那样 是一个大晴天 大家在前一天就做好了好多折纸 有链子啦 金色的星星啦 装饰的到处都是 像过节一样 录音机里传出的音乐 让人又快活又激动 小豆豆当天的打扮是白衬衫 藏青色短裤 其实小豆豆向往的是那种 有很多褶皱的灯笼裤 一直想穿上那么一条 有一次 小豆豆他们下课之后 看到校长先生在校园里 教幼儿园的老师们做运绿操 有几位大姐姐穿着灯笼裤 小豆豆就记在心里了 为什么觉得灯笼裤好呢 这是因为 每当穿着灯笼裤的大姐姐们 用脚冬的跺一下地面 他们露在外面的大腿就颤游一下 在小豆豆看来 这才是大人的样子 真好啊 于是 小豆豆就爱上了灯笼裤 那天 小豆豆急急的跑回家之后 赶紧找出自己的短裤穿上 也冬的跺一下地面 但小豆豆才是一年级的小女孩 瘦瘦的腿 怎么也颤游不起来 如此这般地做了好几次 小豆豆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穿上大姐姐们那样的裤子 就能颤游起来了 小豆豆向妈妈描述了 大姐姐们的裤子的样子 知道了那叫灯笼裤 于是 缠着妈妈 一定要在运动会上 穿那样的灯笼裤 可是 妈妈实在买不到 这么小的尺寸的 于是 小豆豆只好遗憾地 穿着不会颤游的短裤来了 这就是小豆豆这天的打扮 运动会开始之后 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每一个项目的第一名 都被全校个子最矮 手脚最短的高乔军拿走了 真让人难以置信 当大家在鲤鱼肚子里 拱来拱去的时候 高乔军却嗖嗖地钻过去了 当大家在梯子隔离 费力地钻来钻去的时候 高乔军已经钻过了梯子 往前跑了好几米 接力赛中 当大家费劲地 一级一级上台阶的时候 高乔军短短的腿 却像是活塞一样 匆匆地跑了上去 又像是电影中的 快镜头那样 嗖嗖地跑了下来 结果 尽管大家立誓要战胜高乔军 而拼命地努力比赛 高乔军还是夺取了 全部项目的第一名 小豆豆也非常努力 但没有一项胜过高乔军 虽然跑的时候比高乔军快 但跑过之后 还要做各种动作 结果总是比不过他 高乔军有些骄傲地抽动着鼻子 满怀着激动和喜悦 登上领奖牌领一等奖 每一项都是一等奖 领了一次又一次 大家羡慕地看着他 都在心里暗暗发誓 明年一定要胜过高乔军 可是实际上 以后每年高乔军 仍然是运动会上的明星 另外 说起运动会的奖品 也富有校长先生的特色 一等奖是一根萝卜 二等奖是两根牛棒 三等奖是一束菠菜之类 以至于小豆豆长大以后 还认为 无论什么地方都是用蔬菜 作为运动会的奖品 当时 别的学校一般用笔记本啦 铅笔啦 橡皮什么的做奖品 但是 即使不知道别的学校奖品是什么 大家对蔬菜奖品也还是有点抵触心理 小豆豆得到了牛棒和大葱 他也感觉把这些拿到电车上怪不好意思的 而且 在三等奖以后 还有各种名目的奖励 结果 运动会结束的时候 八学员的小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蔬菜 虽然孩子们还不大清楚 为什么拿着菜从学校回家不好意思 但有的人担心别人说自己真奇怪 那就怪讨厌的 不过 如果是妈妈让自己去买菜 从家里提着菜篮子去菜店 那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了 有一个男孩子得到了卷心菜 感觉拿着很费事 想来想去研究了各种拿法之后 终于说 算了吧 拿着这个回去挺害羞的 还是扔了吧 校长先生好像听到了大家在嘀嘀咕咕的抱怨 于是 走到提着胡萝卜拉 萝卜拉之类蔬菜的孩子们面前 说 怎么了 不想带回去吗 今天晚上 请妈妈把这些做成菜 用你们的努力得来的蔬菜 做全家晚饭的菜药 不是很好吗 肯定很好吃 这么一说 大家都觉得的确是这样 用自己的力量得到晚餐的菜肴 对小豆豆来说 也是生平第一次 于是 她对校长先生说 我想请妈妈把我的牛棒 做成红烧牛棒丝 匆忙 还没有想好 听她这么一说 大家也纷纷把自己想出来的菜谱 说给校长先生听 先生脸色红彤彤的 高兴的笑了起来 是吗 明白了吧 校长先生也许是希望 学生们在一家人吃晚饭时 一边吃着蔬菜奖品做的菜肴 一边高高兴兴地谈论白天的运动会吧 而且 先生也希望 在饭桌上摆满了自己的一等奖的高乔军 能够记住这个时刻的喜悦心情 虽然高乔军各自哀笑 永远也不会再长高了 但在他怀有这种身体上的自卑心理之前 先生希望他不要忘记夺取第一名时的自信 而且 谁知道呢 很有可能 巴学员时的运动会 就是为了使高乔军能够得到第一名 校长先生才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